我是李永南 最近那次高考得到6A的成績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讀書的心得 因为很多同学朋友都说 现代教育的师之良好 而且补习的课室都非常之舒适 师生教得很好 他的笔记都非常之精简 比较浓缩 所以一集起来的时候很方便和很统一 我们中四五六就有334BAFS的课程 334这个课程我们主要分开三大范围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business environment 第二个是personal finance 第三个就是我们主收的major accounting 同学可能你是过往学校就会教 accounting为先的 如果是的话我们的class A的课程就会很适合你去选择 我们class A的话在中四五我们就会学习所有关于计数 accounting为主的项目 而我们中六的时候就会学习compulsory part 一些文字的项目 也就是我们会学习business environment 和personal finance 未免同学忘记了过往所学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中六的过程里面都会插走一些 帮你计数、温书、温书的课程 而另外一条线我们就会是class B class B就是一般学校都可能会这样行的 就会教了business那边先 然后教personal finance 然后才开始一路去教 accounting 我们中四的时候就会跟这个课程一路循序漸进 那当然所有同学去到中六的时候 我们都会为大家预备了一连串的练习 亦都会为了一连串的mock exam 来帮大家去备考 务求大家考到一个最好的成绩 各位同学 如果你想考得好的话 快点来报名啦